2020年,一位94岁的美国二战老兵在临终之际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遗愿 希望将自己的棺材涂抹成黄剑口香糖的模样 一片小小的口香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沙场老兵将其视为人生最后的请求 100年前,一名费城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个兜售肥皂的普通推销员 但他却让自己的口香糖品牌分迷全球 他就是小威廉瑞格丽剑牌口香糖的创始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剑牌的百年传奇 1861年9月30日,威廉瑞格丽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这一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战争推动了费城的工业 随着大量的工人涌入,使得费城的经济也因此变得繁荣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威廉的母亲玛丽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主妇 细心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而老爸大威廉则经营着一家制造肥皂的家庭作坊 在美国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人们普遍会在家中用动物的脂肪和木灰水自己做肥皂 但是这些肥皂的质量并不稳定 更别提香味和去污能力了 威廉的父亲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 他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工业的大发展 家庭自制肥皂也必将被工业化肥皂所取代 1870年 父亲就转型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厂 瑞格利制造公司 生产一款名为瑞格利矿物屈污肥皂 由于屈污能力强 还能长时间地保持香味 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市场的好评 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一家人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是衣食无忧 威廉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开始成长 在学校里 威廉并不是一个受到老师欢迎的学生 他调皮捣蛋不守规矩 学习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母亲经常被老师请到学校 跟着他一起受批评和责备 但威廉自己却显得毫不在意 他觉得在课堂上念书实在是太无聊 还不如去赚钱来得有趣 威廉从9岁开始就偶尔帮着父亲 提着篮子在街上卖肥皂 很早就接触到了做生意这件事 有时他卖得多 还能从父亲那里得到额外的零花钱 这也让他对上学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这一天老爸大威廉刚从外面回到家中 屁股都还没坐热 就又听他妈玛丽在那里说 威廉在学校里面惹是生非 顿时那是气不打一出来 嚷嚷着老子今天必须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 一番操作之后 半夜躺在床上的威廉 一边摸着自己发烫的屁股 一边心想 这个家是没法呆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明天我就走 等我出人头地 让你们好好瞧瞧 1872年 11岁的威廉就鼓动了村口的二嫩 在给家里留下了一封信后 两人趁着夜色激动地离家出走了 要闯荡就得去大城市 他们选择了纽约 到达纽约后 威廉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 他对二嫩说 你放心 跟着歌混将来绝不会亏待你 我们白天去卖报纸 晚上就别铺张浪费了 公园里的长椅不要钱 就在那里睡 咱们以天为备 以地为习苦个几年 将来发达了 有的是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不出两天 现实就给年仅11岁的威廉一个大逼兜 人生地不熟的 你想要在纽约街头卖报纸 先不说竞争激烈 卷得要死 每个街道路口还各有山头 要混下去哪有那么容易 威廉活生生地把自己 从在家的小少爷 变成了流落街头的小憋三 有时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 几个礼拜后 威廉实在是撑不住了 心想 与其在纽约被社会毒打 还不如回家享受老爸完整的童年 毕竟还有饭吃 有床睡 也罢 大丈夫能屈能伸 回家 就这样 威廉的第一次创业就以失败告终了 回到费城的家中 威廉的老爸一看到他 立刻就怒吃到 这哪里来的小憋三 竟然还有脸回来 快给老子滚出去 威廉声泪俱下 拍着胸脯向父母保证 这次外出床当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江湖之险恶 也决心被家珍惜家庭的温暖 努力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这天下哪里有真会把孩子赶出家门的父母 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次经历 能够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变得更懂事些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威廉在学校的表现的确有所改善 守规矩 认真学习 可惜 好景不长 威廉那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一次 他再次成为全校师生的焦点 他居然把一个派 在同学们的起哄声中 将他扔到了学校大门上方的牌匾上 并且爬上去均匀的涂抹 由于这种极具创意的捣乱方式 校长亲自把他送回了家 并告知威廉的父母 你这儿子 咱们是交不了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他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晚上 威廉一直待在房间里 心里忐忑不安 担心着自己的屁股 可能又要开花了 更怕被老爸赶出家门 不过这一次 父亲并没有责备他 只是看了他一眼 叹了一口气 父亲也意识到 这小子可能真不是读书的料 于是对他说 如果你不想去上学 那就得去工作 威廉一听 嘿 来了精神 他想着 去街上卖肥皂 正是他喜欢的事 可是老爸却告诉他 不行 你想的美 给我去肥皂工厂上班 在工厂里 威廉每天要在一个大锅里 搅拌沸腾的肥皂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每个礼拜 父亲会给他1.5美元作为工资 在工厂的工作 既辛苦又枯燥 威廉从一开始 就不喜欢这份柴食 在混了两年后 威廉是天天缠着老爸 要求换岗位 于是1874年 父亲同意 让他去做推销工作 这一年 威廉才13岁 他驾着马车 穿梭于宾夕法尼亚州 和纽约州的各个乡镇 向零售商推销工厂生产的肥皂 不得不说 威廉在销售方面的确有天赋 工厂里的其他人 对他的评价是 脸皮厚死缠烂打有一套 嘴巴甜 有礼貌 连80岁的老太太 他都敢叫人家小姐姐 因此 他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那也是非常的融洽 销售业绩也自然不在话下 1885年9月17日 23岁的威廉 与年仅16岁的艾达结婚 威廉非常爱艾达 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 婚后不久便迎来了孩子 先是女儿多罗西 随后是儿子菲利普 成家后的威廉 变得更加成熟 他仍然在父亲的公司工作 直到1891年 他意识到是时候自己创业了 这次的创业与小时候不同 小时候那是胡闹 而这次是为了家庭 于是 威廉带着仅有的32美元 和妻儿一同搬到了 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 在芝加哥 威廉向叔叔借了5000美元 用这笔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他的新公司 仍然代理销售父亲的肥皂 但这次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运营 为了提升销量 威廉想到了用赠品营销来吸引顾客 但送什么好呢 起先是送雨伞 反响倒是不错 但是成本太高 划不来 他灵机一动 想到购买肥皂的主要是家庭主妇 而家庭主妇除了洗衣服还要做饭 所以他决定赠送他们 做面包和饼干用的泡打粉 泡打粉不仅对顾客有实际的用途 而且成本也不高 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策略一出 肥皂的销量立刻猛增 让威廉没有想到的是 他用作正品的泡打粉非常好用 而对于会烘焙的家庭主妇们来说 泡打粉的质量至关重要 发不好面 那可是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 因此家庭主妇们纷纷前来购买肥皂 只为了能得到这款泡打粉 甚至有人提出 能不能不买肥皂直接买泡打粉 威廉一听 得嘞 干脆咱们就卖泡打粉吧 肥皂不卖了 既然开始卖泡打粉 威廉又顾忌从事继续使用他的赠品策略 1892年 威廉在出售泡打粉时 搭配附赠了两包口香糖 当时口香糖在美国社会逐渐流行起来 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城市白领女性 口香糖被描绘为优雅女性的标配 在繁忙的工作日中 搅口香糖既能提升放松 又能清新口气 看起来时髦且前卫 威廉的赠品策略再次大获成功 生意开始火爆起来 他发现顾客对口香糖的热情 远远超过了泡打粉 而且这玩意儿在当时刚刚开始流行 比起肥皂和泡打粉 市场简直是一片蓝海 威廉意识到只要是抓住风口 能发财的就是这么几年要快 于是他立刻掉转枪头 泡打粉搁不卖了 所有家当全部梭哈口香糖 1892年 威廉委托泽诺口香糖公司 生产他的口香糖 并且注册了新公司 命名为瑞格利口香糖公司 就这样我们熟知的键牌正式诞生了 次年1893年 威廉推出了第一款果味口香糖 Juicy Fruit 也就是黄剑 同年他又推出了另一款产品 Spell Mint 即白剑 为了提升销量 吸引更多商店老板前来进货 威廉赠送的物品 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有灯具 钓鱼杆 食谱等等 最后他甚至专门印制了一份目录 让顾客自行选择想要的赠品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 威廉的键牌公司 在口香糖市场上 崭露头角 威廉的成功 引起了当时口香糖行业的领军人物 托马斯亚当斯的注意 托马斯亚当斯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现代口香糖的奠基人 早在1869年 他就制造了第一批现代口香糖 并推向市场 其实早期产品只是简单的竖纸块 味道和口感都相当粗糙 直到1884年 亚当斯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 带有甘草味的调味口香糖 Blackjack 黑捷克 这使他的亚当斯口香糖 成为了当时美国市场上最早 且最有影响力的口香糖品牌 拥有广泛的消费者基础 1899年 亚当斯和其他五家大型口香糖公司商量结盟 成立美国齐克尔公司 企图一举称霸全美口香糖市场 亚当斯找到了威廉 邀请他加入联盟 却没想到被威廉那是一口拒绝 亚当斯恼羞成怒 觉得威廉你小子也太不是抬举了 就凭你这个初出茅庐的键牌 凭什么与我们竞争 然而威廉并不在意 他心想这五月建派同气连之 到最后还不是各怀鬼胎 你们天天的在公司里面内斗去吧 老板再小我也要自己来当 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为了与强大的亚当斯展开竞争 威廉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光靠正品这一招已是远远不够 他需要制定更为激进的营销策略 于是他直接为零售店老板提供现金奖励 说直白点就是反点 卖的多反的多 此外他还为零售杂货店免费提供咖啡机和收银机 当然收银机前面那一排货架 则由他的地推团队负责扑货成设 这一招还挺管用 许多顾客在付款时会顺手买上一两包口香糖 所以今天你在便利店收银台看到的成设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是别人精心设计的结果 做完这些够不够 当然不够 为人知道必须让更多人知道键牌口香糖的存在 那个怎么办两个字广告 威廉绝对称得上是广告营销界的大师级人物 1907年为了进一步提升白件的销量 他几乎抵押了自己全部的家当 豪至25万美元 在报纸和杂志上大肆宣传 如此巨大的营销费用开支 所有人都在劝他 老板你可别冒险啊 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威廉才不管这些 商量什么 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但事实证明这笔钱花的值 威廉并非莽夫 他非常清楚 虽然各家厂商都在宣传自家口香糖 口味独特质量上产 但在那个年代 口香糖的实际差距并不大 不就是你一个苹果味 它一个香蕉味吗 威廉意识到只有通过广告 让键牌不断的在消费者面前曝光 刷存在感 才能赢得市场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来讲 这就是曝光效应 就像早些年蓝翔技巧 在电视上反复做广告一样 当别人问你挖掘技术哪家强势 你自然会脱口而出 中国山东找蓝翔 尽管这可能像句玩笑话 但蓝翔技巧的技术好不好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你一想到挖掘机 就会联想到蓝翔 威廉的目标是一样的 他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 一想到口香糖 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键牌 在他的自传中 他写道 广告的关键在于快速传递信息 并且反复传递 通过这样的策略 到1910年 白剑成为全美销量最好的口香糖 称霸了美国口香糖行业 并且也将亚当斯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1911年 威廉决定收购此前为其代工的泽诺工厂 将生产环节也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 并正式成立了小威廉瑞格力公司 从那时起 威廉开始独立生产自己的产品 他坚信 只有这么做 才能始终确保产品的高质量 他曾无不感慨的说到 即使像一根口香糖这样的小东西 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1914年 威廉在原来白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 通过双重蒸馏处理 使其薄荷味更加浓郁 推出新一代口香糖产品 Double Mint 双薄荷口香糖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绿剑 南方地区叫它清剑 1915年 威廉再次神之一手 创造了早期精准营销的经典案例 他将150万份键牌口香糖样品 加在电话黄页簿中 通过邮寄的方式 送到潜在消费者手中 这一举说不仅大大的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 更为重要的是 它使得键牌渗透到了之前 未曾触及的偏远乡镇 从而彻底打穿了美国市场 在今天来看 这种夹带在黄页中的方式 似乎不算什么特别之举 但要知道 那是在一百年前 没有互联网 没有砍一刀 也没有电视广告的情况下 要想打穿下沉市场是何等不易 可威廉依然找到了 精准触达消费者的路径 所有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 威廉终于实现了个人的财富自由 之后他决定将财富 花在自己热爱的事务上 威廉一生酷爱棒球 1916年1月 他成为了芝加哥小熊队的股东 不久后他又收购了整支球队 他非常热衷于观看球赛 经常随队旅行 几乎没有错过 小熊队的任何一场比赛 球队主场后来被他命名为 瑞格利球场 在威廉的领导下 芝加哥小熊队表现不足 四次赢得国家联盟冠军 瑞格利家族也一直拥有着这支球队 直到1981年才将其出售 1919年6月 键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次上市帮助公司筹集了大量资金 但威廉作为创始人家族 仍然持有公司大部分股份 对公司保持着绝对控制权 同年 威廉买下了位于南加州沿海的 圣卡塔利亚纳岛 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开发 他为岛上增加了电力和管道 还修建了道路酒店和卡塔利亚赌场 瑞格利家族在岛上的一座小山上 建造了私人住宅 威廉以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座山为爱达山 他们建造了大型花园 种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 如今花园依然茂盛 与此同时 在芝加哥 威廉的键牌公司已是行业老大 面对记者时 威廉自豪地说道 我们每年生产数以万计的口香糖 如果把这些口香糖首尾相连 可以横跨整个墨西哥湾 于是他决定在芝加哥市中心 建造一座地标性建筑 作为公司总部大楼 威廉选中了一块形状独特的三角形地块 位于芝加俄河的北岸 和密西根大道的西北角 准备在此新建大楼 大楼被命名为瑞格利大厦 它由两栋建筑组成 南楼于1921年4月竣工 北楼则在1924年5月完工 两栋建筑通过天桥相互连接 在南楼顶部一座高耸的塔楼 格外引人注目 几乎可以从几个街区外看到 塔楼四面装有石钟 其设计灵感来自于西班牙塞维亚大教堂 如今瑞格利大厦 依然是芝加哥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市民驻足观赏 到1925年 建牌公司的工厂已经遍布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64岁的威廉决定退休 将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儿子菲利普 菲利普出生于1894年 正是他父亲推出黄建口香堂的第二年 从20岁起 菲利普便进入了家族企业 并掌管着公司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家工厂 1929年开始 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 数以百万美国人失业 企业倒闭 农业产出下降 银行体系崩溃 在这样低迷的消费环境下 菲利普延续了父亲的风格 不仅没有减少广告投入 反而加大了营销力度 这一时期 建牌口香堂被塑造为一种负担得起的小奢侈品 广告中常常描绘人们在艰难时期 通过咀嚼口香堂获得平静的场景 这种心理暗示对消费者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此在大萧条期间 建牌仍然保持了良好的销售成绩 1932年1月26日 威廉瑞格里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世 享年70岁 他的遗产当时估计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4.5亿美元 父亲去世后 菲利普率领建牌继续前行 他需要迎接更大的挑战 那就是二战 1941年 美国对日宣战 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建牌口香堂被美国视频统一配发 作为标准口粮 成为前线军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战时配极制度 糖的供应极为稀缺 建牌必须优先为军方生产 大量的口香糖来供应前线 导致国内市场的供应量受到限制 于是菲利普决定 暂时停止在零售市场上销售经典的白件和绿件 用一个全新的品牌 Orbit口香糖来代替 并通过记住这个包装的广告宣传 向消费者保证 他们钟爱的口味会在战后回归 二战结束后物资供应逐渐恢复正常 建牌重新推出了其经典的口味 并逐渐停止了Orbit的生产 建牌在战争时期不仅维持了军用和民用市场的平衡 还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 巩固了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1961年开始 菲利普逐渐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威廉瑞格利 这已是威廉瑞格利三世 1977年 菲利普也在凤凰城去世 享年82岁 进入80年代 建牌在三世威廉的掌管下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拓展之路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伴随着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 建牌口香糖进入中国 2008年在股神巴菲特的支持下 马氏以230亿美元收购了建牌 其中巴菲特的公司贡献了65亿美元 如今建牌正在渐渐的离我们远去 你已经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马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达无糖口香糖上 根据2004年的最新数据 瑞格利家族拥有29亿美元的净资产 当然他们也无法与马氏或者沃尔顿家族类似 进入福布斯财富榜单的前列 这就是我们今天百年建牌的故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